薰衣你有在香港 不愉快的經驗嗎 沒有 但我在 真的假的 在台中 台中很熱情不是嗎 對 我有一次去台中演出 然後因為我是兩個演出的中間 都在台中 那對方並沒有人要付我的住宿 但我就不想趕來趕去 所以有一個晚上我就自己付了 Check in之後我們 房間門一打開 我就聞到一個很濃的 然後我走進去發現 床旁邊的地毯 然後我開始走過去 是會表姬表姬得這麼濕 然後他們是水漬 直接換房間了 幫忙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櫃台 我說我的房間有這個狀況 你們可不可以來處理 那開始換房還怎樣 他說不好意思... 然後我們房務人員會上去幫我看 大概過了一分鐘不到 然後就叮咚... 然後房門就打開 怎麼了 我說裡面... 怎麼了 他就是這樣 怎麼了 我說那個 裡面那個地毯都是濕的 所以... 不是 那 這樣我沒有辦法睡 所以可不可以幫我換 其他的房間 我們所有的房型都是一樣的 蛤 沒關係啊 問題是你的房間有問題 我們房型都是一樣的 跳著 然後我就想說 那你要不要進來看是什麼問題 因為我要換房 你現在就是 這樣就是怎樣 直接來 對 我就說好 算了 然後我就再打電話下去櫃台 我說 剛剛你們的房務人員發生這件事情 然後我什麼都不要 我只要換房間 他說不好意思... 然後好像值班經理還是什麼 就自己上來了 然後他一進來 他就衝過去 那個地毯你真的很抱歉... 我們馬上幫你換房 我們請房務人員來幫你把行李啊什麼 我行李都還沒... 還沒打開嘛 然後叩叩叩 同一個房務人員 同一個人要來了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最誇張的最誇張的是 那個房務人員一進來 經理開始罵他 說你剛剛為什麼是這種態度 沒有啊 他就是想要來跟你拗 今晚不用錢 還是想要生懲罰 他說不是 人家客人 你有沒有看到 那個裡面的地毯都是這樣 你有沒有幫人家處理 那你用什麼態度 然後當場 就是變成 經理跟房務人員在吵架 我看到 然後我就默默地把行李拉了 然後到一樓櫃台 我說樓上發生這件事 你可不可以直接換房間給我 好心態 然後所有的人都在跟你道歉 說不好意思... 那就是我們趕快換一個房間給你 然後我們幫你把行李 換個房間就好了 對...然後隔天要退房嘛 然後經理還有所有的人 大廳列隊 然後說不好意思 真的...昨天真的很不好意思 然後這是我們的住宿券 然後你昨天晚上的房錢 我們也不收 然後還有我們的餐廳的 什麼招待券什麼 就送了一堆 說希望你下次一定要再來 我就跟他說 好 沒關係... 沒事... 我心裡想說 滅退 每個人都對不起... 那家飯店就放了保護人員 那家飯店的... 那家飯店的網路評論很好 對 私下要說 好聞到錫金 拍聞到人家 有些那種五星級的飯店也是啊 半夜餓了藥食 然後room service跟他說 牛肉粥 因為它的菜單上面有嘛 對啊 兩個鐘頭就沒有來 我都睡著 想... 他牛肉粥咧 他打電話去問 牛肉粥呢 不好意思 我們那個牛肉粥沒了 阿明了你不跟我講 對 我講說沒了 就沒有必要跟你講 可是我跟... 那牛肉粥的講啊 那我可以點別的啊 我點連肉麵也好啊 真的 不跟我講 只是太天啊 對啊 俊逸他遇到還可以 就是人家後面那個 那個補償的還很多 我跟你講 我有一次就是在高雄 我會去吃那種 還滿有名的餐廳 那也是要訂位 然後就是你久了 訂不到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跟朋友去吃飯 結果呢 其實我們算是 最後一搏進去的 然後我們大概八九 我們在吃的時候 我就看到 一隻米老鼠 這麼大隻 是可愛的嗎 還是灰色的 灰色的 有可愛的嗎 米老鼠是可愛的啊 好可愛的 沒有可愛的 這這麼大隻 加尾巴喔 就這麼大隻 牠從我旁邊這樣子 這樣走過去 牠那隻米老鼠 就往那個灼料區 跑上去 然後我想說 這基本上 我應該是要跟 員工講一下吧 讓他們注意一下 因為其實後面 還有其他人在用餐 那我就去跟員工說 不好意思 那個 我剛好現在看到 那個米老鼠 從旁邊走過去 牠說 好 謝謝... 然後結果就拿了一隻掃把 要開始去找那隻米老鼠 重點是我們旁邊 都還有客人在用餐 然後我想說 天啊 你就這樣子 不過我們這邊在用餐 他說直接要去找 好吧 那我們趕快吃完 趕快走 那因為老闆知道這件事 因為櫃台就在旁邊 就我們結帳 我想說就跟巨英一樣 應該會有什麼補償或折扣 因為他旁邊的人知道 沒有 我跟丫頭一樣 沒有折扣 然後不知道是 多少就是多少錢 那我就說 可是老闆你們 剛剛有看到那個 剛剛米老鼠的 對 他說 就是沒有關係啦 對啊 我們員工再找了 你不用擔心 員工再找 員工再找 那實際多少 這樣總共金額是 就這樣多少錢 超生氣的 衛生洗額超不好的 妳如果繼續再問 他就翻臉了 妳當然 我跟你說小賊啊 我們已經有處理了 妳說有Micky 我們也出來找 Micky 好不好 我們也不是不處理啊 真的 而且那隻是老鼠還是普通話的老鼠 那老鼠是 不好意思 他真的不好意思經過啦 他都突然經過了 就被發現這樣子 那隻老鼠很喜歡叫人家坐下 因為他是 坐下 有了沒有 講到那個不衛生 其實我在日本發生過一次 非常誇張的事 日本會有喔 日本很難耶 對不對 日本很難吧 那時候就是那個說的女朋友 我跟他去日本玩 然後我就非常的開心 然後就是我們吃一下這隻牛排 然後我說那家是五星期的喔 它是那個開放的廚房 Open Kitchen 所以我看得到他們烤肉 這樣子我在旁邊看嘛 這看起來很好吃 結果他烤一烤 一片肉掉 掉在旁邊 然後再拿回去烤 我心裡想說 我們是在日本耶 雖然不是到下面 可是基本上這樣掉的時候 就日本人 對 不能用了 而且是高級的喔 然後我想說 然後呢 我說 不好意思 那個就是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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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我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這個肉 剛剛你看到了 我又看到 我很小 神業那個五星期嘛 對 我想說不想要 還給他面子耶 對啊 不好意思 我現在是叫那個經理來 那經理來喔 就是態度很好 可是就是有點 他覺得你就是 又是看小便宜 對 想要塗那種免費的 就剛剛說 你在哪裡不好意思這樣 可是 我有一點生氣 因為五星期 那個餐廳 發生這件事很丟臉 而且我有女朋友 我還沒有面子啊 所以我就有點生氣 真的掉在那個旁邊 然後我這樣 他 就這樣而已喔 結果看好旁邊的一個客人 真的掉 我有看到 聽到這一句話 那個經理厲害了 日本的厲害了 本來是這樣嘛對不對 不好意思 聽到有人說 掉在那個地板 也看到 他也看到了 好戲劇 好戲劇話 太戲劇話了啦 我們這系列的發明 通通說送給 不好意思 好戲劇喔 真的啊 真的啊 怎麼可以來跪一下啊 真的啊 而且他這麼做 真的 可是上次他們是聰明的啦 我之前去那種 SPA會館按摩 結果他一堂課一個小時 大概一千五百塊 手機不錯 然後他跟我說 就是你現在 可以買課程嗎 我就直接買了一百堂 我才剛買完一百堂 按完喔 他就說 我們還有什麼優惠 你要不要再加一百堂 我就說 我才剛花十幾萬耶 不用吧 結果後來下一次 我再去糖鹽盤浴啊 他又跟我說 我沒有最新的按摩 五十堂就好 然後我就想說 我根本一百堂 我才用掉兩堂 你一直跟我推銷 我覺得很不舒服耶 然後最後我就跟他說 可不可以不要再跟我推銷 等我用完 結果我爸爸媽媽去按摩的時候 他也一直跟我爸爸媽媽推銷 我最後真的太生氣了 我就跟他說 我要退廢 我說你們這樣子 我來這邊按摩 我一點都不放鬆 我一直被你們精神轟炸 結果他說 可以退廢 但是我們原價一堂課是六千塊 他換算成原價了 對 他說我們原價是六千 對 所以我那時候還打電話 去那個蕭寶 蕭寶那邊去詢問 這種消費糾紛怎麼辦 他說這個只能你在消費之前 要先清楚的知道 店家的原價跟特價 你這樣子之後才不用擔心 被坑一層 因為他 這樣的 他的原價都是他事後跟你講 一定的啊 他價目標是完全沒有的 他不給你看 所以我那時候 退廢的時候變成是一堂課 當初用六千塊這樣子去剝削我 然後退回來的錢 只剩下一點點 對 所以我想要 就是跟很多觀眾說 你們記得要搞清楚 消費陷阱很多 老闆也很難為 老闆不好當 消費者也很困擾 只能祝福說夢多的電 最後結束 這次一定要成功好不好 謝謝 加油 謝謝